嘿嘿 阿淑慧要來了嗎 欸我們進了喔 欸陽明我們進了 好 來坐鎮 跟大家打招呼 因為鏡頭在你身上 陽明跟大家打招呼 跟大家晚安 我們今天就是陽明一個人 陽明跟空氣 上禮拜是不是也是這樣 一模一樣的哏 你這哏一直用 會搭衛生 你知道我哏了 你知道昨天中華職棒打到凌晨一點 所以咧 兄弟對胃圈 所以咧 因為一直下雨 中間一直下雨一直停 怎麼突然跳到這個話題 沒有我只是覺得很好笑而已 你很跳通 中間打到那個啦啦隊 啦啦隊 那個兩眼無神看著場內 那我要問你喔 現在民進黨今天公布 李政浩選永和 對林德福 曾柏妤選新店 對上羅明財 吳徵選中和對上張志倫 這怎麼會選這些人啊 會有一面嗎 沒有這三個選區 中和是民進黨執政 就是說現在是他現任立委是他們的 江永昌啊 可是那江永昌會幫吳徵 一定會啊 他不選但是他 所以吳徵有一面 難說 可是江永昌不是選的也蠻辛苦的 因為他的對手是張慶忠的兒子 所以裡面可能又會有一些這種 大美女來了 張慶忠的兒子張志倫有生根地方嗎 我覺得有沒有生根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現在都出去囉 走路要美一點端莊一點 因為我記得張慶忠的 別沒 我們現在都出去囉 因為張慶忠的太太也是議員 張慶忠的太太原本也是議員 他們家族在中和是政治家族 對對對扎根是很深 那這個兒子ok嗎 這個ok我不認識 他好像是民調出現 出現了 他還打敗他還打敗了那個現任的議員 所以今天很美 但是重點是 我們現在走這個路線 什麼路線 很美的路線 如果是如果是吳徵 因為吳徵雖然是空降 但是他在太陽花學運 他又可以去打張慶忠這個牌 連在一起 對啊 就是他們這種太陽花效應 這是刻意的啦 因為他們就是想說 可能會有張慶忠的小孩出來選 對 但我覺得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原因 但我覺得關鍵還是要看母雞 對 還是要看什麼 母雞啊 我覺得還有一個 那另外兩區 永和跟新店 基本上就是藍營優勢 那他們這種 新人或是說結盟的方式 就只是刺客 我覺得那個就是話題 不是說有人願意 可是你正好選議員 不是就已經有點選的 有點辛苦了 他上次議員 他選議員跟選立委的票 差不多一萬三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只是講比較安心 可是因為他是先選立委 但這次會是民進黨支持他嘛 一萬三 那距離議員的門檻 應該沒有很遠吧 沒有 新北因為 不是那邊人口超多 而且那邊席次少 對 他們兩萬都算低的 那邊席次少 所以那邊票要蠻高的 那真的就是純刺客 沒有他們席次是大家都一樣 他們是人太多 那曾柏宇咧 曾柏宇 不是我說那個選區 那曾柏宇 曾柏宇厲害嗎 他們人太多 曾柏宇厲害嗎 曾柏宇上次就選 他選過啊 新店這個選他選過 羅明財不是在新店 還蠻穩的嗎 對啊 所以我說那個選區 基本上沒有什麼 也是刺客 沒有懸念才會 才會讓給別的政黨 好好好 就跟二零一六年 雞排妹有可能嗎 可是我覺得那一區 雞排妹沒有意義 無配義本身就不錯 中正萬華 無配義跟雞排妹人設差不多 對啊 那就無配義就好 那如果你要有一個 有組織的強度 一定是有在地 其他的議員反對 擺不平 哦 不然無配義就好 我認為是因為 不要讓這個落跑 你打那個侯友宜落跑 結果你越落跑的人越來越多 可是別區不是 也有一堆落跑的議員嗎 你那個是初選贏的嘛 你不要徵召的也變成你 沒有啊 我相信他們議員 彼此都會有意見 可是問題是 你放雞排妹 那你跟放無配義 其實我覺得差距沒有差很多 可是那這樣民進黨 就變成鼓勵 鼓勵落跑 不是不是鼓勵落跑 是鼓勵你都不用從基層做起 而且最麻煩 從天而降 而且最麻煩是雞排妹 因為雞排妹自己講說 是潘崩安去找他的 而且最麻煩是雞排妹 有前科 我真的 有判四個月 那個個資法 違反個資法 他洩漏那個誠意 可是那個前科 不在他們排黑的條款裡面 不用排黑 但是問題是 他講的是叫民主聯盟 可是這個人是曾經 洩漏人家個資的 哦 你懂那個意思吧 當天 當天 INV詐騙集團可以一口氣吸金25億元 原來他神通廣大 他又跟立委 養了立委 然後跟官員也互通 現在有個影片流出來 這是王洪輝公布的影片 影片裡面被受害的學生 受害的這些投資人 他去問一個INV的老師 問老師啊怎麼辦啊 我們前輩被詐騙了 趕快來報案啊 趕快把錢追回來 老師恐嚇他喔 他拿什麼恐嚇他 他拿另外一個被害者恐嚇他 這位被害者是調查局的官員 被騙了一千三百萬 老師說官員都不敢報案了 你還敢嗎 來看這一段 可是重點是如果不讓檢調知道 怎麼會怎麼可以去動結 就是讓他有脫產的這個動作 好 如果你的思考是脫產 你待會就趕快去跟檢調報備 我就跟你講啦 禮拜三晚上十一點半 一個客戶調查局的 一個頭一千三百萬 他自己現在就不敢伸張了 他跟我說阿爸老師 你趕快用你的方式 可以弄多少錢就弄多少錢 他就是調查局的 他只要跟他同事一講 立刻就立案 這樣沒有回答你的問題嗎 沒有 我才不懂 好 沒關係 那林剛偉出去就可以直接跟 警察局按鈴控告 被害人都問他了 我聽不懂你的問題 他說沒關係 那你現在就去報警 這老師真的是有點恐怖喔 好 剛剛講到是調查 調查局 王宏輝還講說 背後還有明星檢察官 你再不講我就要公布出來了 這是調查局的部分 檢查 司法檢調的體系部分 另外一方面 交通部這麼多重要的官員 現在有一張照片 二零二零年夏天的照片 這也是立委公布出來 拍照的地點就在曾耀豐 也就是曾國偉 同一個人 詐騙集團首腦 他位在宜蘭武捷的豪宅裡面 你看我們的官員各這些人 勾肩搭背 又比讚拍照 包括了行政院 政務顧問陳振坤 這個是照片首腦本人 還包括前台鐵局長張振元 還有現任的台鐵局副局長 朱萊順 照片沒有拍到 還包括交通部的次長黃玉玲 他也是前任的 交通部今天回答很妙 他說這個次長已經離職了 那照片這一位局長也離職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至於朱萊順的部分 他是現任的 他說那我們去查查看 他當天有沒有請假 講著講著這樣子 好像雲淡風輕 讓人家氣得要死 但是 朱萊在這個憤怒的心目裡面 看到了一個讓人家感動的事情 也就是房東跟房客隔了這麼久了 他們兩個合體了 合體什麼呢 去攻擊 當然就感覺這個 怎麼讓人家憤怒心裡面 有一點愛的泡泡 不過現在民進黨也反攻 民進黨的議員公布一些照片 是侯友宜跟一個叫做秦啟松的人合照 那民進黨立委說 這一位秦啟松 他是涉及跟詐騙案有關 跟吸金案有關 有關的 甚至還故意跟 IMB詐騙案的這個相關新聞 硬要把他扯上邊 等一下我們會請教這個陽明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有關係 然後公布這些照片 但新北市說 這個秦啟松在新北市 又沒有任何的都更案 你會不會扯太遠了 多關心一下 台南的一些光電案吧 然後今天還蹦出一個很 很妙的新聞 說賴清德被指控 找了一個國師 叫做諸羅山人方寬明 而且他被拍個正常 拍得很清楚 包括了這個幫他競選的 這個民進黨的潘孟安 這一位還招待他 然後後面這一位 就是諸羅山人方寬明 幫他看風水 但是後來又 他們又跳出來 曾經說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看風水 因為中間傳出來 他也涉及了吸金案 違法的這個炸彈案 那綠營人士就說 媒體踢爆他有吸金 我們採訪人大夫說 原來他是故意來精心安排 營造自己跟民進黨關係很好 屆事屆端 要去應應自己司法問題 然後他說這個人 其實根本就是藍營的國師 不是民進黨的國師 這一些奇怪的案子 要來請教楊敏 我們先從這個IMB 這個案子來講 應該說這個IMB 他當然這個老師 其實他叫黃老師 他在這一次被逮捕的 八名的祖先裡面 他也是其中之一 那一開始這個案子爆發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聽到說 其實調查局就有 這個調查官捲在裡面 也就是說他們也有投資 然後呢 可是他們拿回來了 拿回來了 對他們的本金拿回去了 一千三百萬拿回來了 不知道不一定 因為有很多個案子 你說有拿到錢回來 甚至像現在傳出 有警察是他們所謂的 他們有一個賴群組叫 川城 他們叫川城集團 川城之友 他們有個賴群組 裡面有很多是現役的刑警 都檢警掉 都有在這個 那我要去抓人的時候 警察不就會通報了嗎 所以現在傳出一個 很奇怪的訊息就是這是他們 自救會裡面的訊息 因為很多業務 他們變成 業務變成催哨者 因為他們業務也受害 他們拿不到獎金 拿不到後續的這個 他們也受害 甚至有些業務 自己也投錢進去 然後呢 他們說他們四月十三號到十六號 就陸續去報案了 因為他們四月十號 金流就出問題 所以他們發現 錢沒有進到我們的那個 該會的利息沒有進來 他們就去報案 然後呢 報案到包括他們辦說明會 北中南辦說明會 他們甚至還跟檢警調說 你可以直接在說明會逮人 他們把時間地點都提供給他們 沒有 沒抓 然後所以才會有這些影片流出來 而且這個人還事先脫產了 對 然後就在那段時間 四月二十幾號都脫產 然後五月初 後來是因為新聞鬧大了 才那個 這個人就神通廣告了 對 所以現在就是懷疑說 是不是後面 他們是有門神 罩他們 所以他們才能夠 一路一路這樣過關 這是他們內部 自救會內部的消息 他們現在都很懷疑 所以 這還要繼續查 那當然這個扯到 綠營去扯到那個 秦啟松 秦啟松 我要這邊講 他不是IMB詐騙的案子 他跟這個案子沒有關係 唯一有牽連到的是說 他們那個宜蘭 黃國昌說 他租給這個 這個陳歐破的那一棟房子 在他入手之前 在這個IMB的主權入手之前 是秦啟松的集團 在那邊經營 他的詐騙的公司 就是說很巧 詐騙集團都 特別愛那一棟 算過風水 那都是特別招產 算過風水 對那因為他這個他這個吸金案 他們那個叫亞太國際地產的吸金 他是在2020年爆發 那2020年爆發之前 他去跟什麼什麼侯友宜 這是爆發之前 他去跟侯友宜合照啦 包括他有政治獻金給誰啦 其實只要是公開的 他就是一個企業家 他那時候還沒有 這個整個詐騙還沒有爆發 所以我覺得單純一些合照去講 就有一點是在打無怎戰 我覺得合照不是關鍵問題 合夥才是最核心的問題 好那這個 其實這個今天比較有趣的是爆出這個 所謂的這個 什麼什麼綠營國師 什麼藍營國師 諸羅三人 對對對 其實你知道今天剛好有一個朋友 他就傳了這張照片給我 嘿 你可以看到這一位 這位 這個 小英 對他在他正在總統的後面 是總統去蘆州一家很有名的 叫永蓮市 他後面那一位就是諸羅三人 對對對這位這位 這位就是姓芳的 嘿這位 好 那他其實其實這是2020年 2020年小英去永蓮市參拜 那他是那個廟的主委 陳鴻昌的朋友 就是有朋友跟我說 他其實他這幾年很努力在經營綠營的人脈 那為什麼他會出現在這邊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他剛好前一天去找陳鴻昌 然後他發現有那個國安的隨滬 在現場勘查 那他就知道說總統隔天要來 所以他就出現 這麼這麼機靈 他不是他不是總統的人 他就是就是湊上去想要站在總統身邊合照 就趁蔡英文就對 可是他最近這幾年 他早期他是做所謂的長榮集團張榮發的顧問 所以他在鎮商很多很多鎮商很多很多 這個圈子裡面很多人認識他 那他也有一些的人脈 也有一些口碑 那可是他最近這幾年 他長榮那邊的工作沒有了 他是去大同公司 那大同公司裡面去年把他聘在大同公司當顧問的 是蔡英文的表哥王光祥 蔡英文的表哥王光祥聘用他當顧問 對 所以你說他是 顧一個月給他多少 那時候那時候傳出來是股東去抗議 因為股東覺得我們已經有總經理了 你怎麼還聘一個顧問 一個月給他七十萬的薪資 然後後來王光祥還特別為了這個事情 開了這個記者會 就是說發一個聲明說 沒有從現在開始就停了 這個這個相關的這個顧問什麼 他就不給 那他應該很厲害 蔡英文的表哥才會看上他 還給他一個月七十萬 對 所以他這個人的角色 他跟賴清德進辦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可是這個這個新聞 我覺得最奇怪的是 他這張照片 那個我們這個CG上面這張照片 他是五月十五號 在一家網路媒體 明報上面就已經刊登了 五月十五 建報 對 五月十五建報 那那個時候賴辦都沒有否認 賴辦都沒有出來說 沒有沒有我們跟他不熟 他就是一個主動來拜會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發任何聲明 我甚至在別的友台的節目裡面 都聊過這個題目 說哎呀這個賴辦找了高人來看風水 怎麼樣 都聊過了 你看現在已經是五月二十四號了 過了過了將近十天 這個新聞突然又翻出來的原因 是因為他捲入了一個炸彈案 他捲入了一個跟銀行炸彈 他變成是中間的 所以本來可能真的是去看風水 出包了才趕快來帶風向 簡單講喔 如果要動用到 進辦的總幹事是潘孟安 對 要動用到潘孟安來接待 他絕對不是小咖啦 絕對不是路過來喝茶 絕對不是內容來喝茶 可是他這個珠樓三人本人也是這樣講 對 他當然不是這個 但是老實說看風水這件事情 不能不能對外說 對通常都會很低調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一次賴辦有一點叫做 此地無銀三百兩 因為他變成是 他捲入炸彈案 而媒體剛好今天要把他報導出來 他昨天特地發一個聲明說 我們跟他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在五月十五號 這個照片曝光的時候 第一時間就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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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回事 那我覺得還比較有可信 但是突然在這個 他有一個負面新聞要爆發的 前一天 趕快大動作了 沒錯 才澄清 這有點像是在做這個防火牆 切割 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這個接下來要請教淑慧了 賴清德現在頭沒在燒了 因為包括現在他跟郭再興關係 到底如何 他一直聲稱 多次聲稱 他不認識郭再興 他的發言人是甚至講說 這些爐渣案 2015年 我們就是最嚴格的採處了 2020年 我們還移送法辦 但曉欣就爆料 說2015年說要處理 但明翔 明翔新公司 後來變成另外一家公司 叫利德新公司 他也是八八槍檢查裡面 被開了五十幾槍的 第一個那家公司的地方 2019年 公司理長就另外再繼續在檢舉 就繼續再到爐渣嘛 那到2022年12月的時候 才認定明翔新公司有違法 然後最妙的是 民眾聽得真的會生氣 他的不罰所得高達 二十一點六億元 然後罰了他十六個案件 加起來多少 也不過二十三萬 罰好重 我賺二十一億 然後十六案子加起來 才二十三萬 怎麼會有感 你就算罰他兩千三百萬 他也沒有感覺 沒有沒有 這個罰很重了 他是民進黨的中職委 怎麼可以收到罰單 怎麼可以刷法這麼多 對啊 就不給面子 我剛剛講的利德新公司 就是這一個 就是八十八槍裡面的五十八槍 那另外韋哲還特別講 他說這個案子 都不是我市長任內 等於一句話 一句話就切割了 是強調說是賴清德任內 那今天又冒出了一個最新的新聞 林週刊的這個獨家報導 說在台南的這個北門的地方 他們光電廠裡面有非法掩埋爐渣 台南到底是有多少爐渣 連光電板上面都要到爐渣 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官方現在要趕快去調查這件事情 然後謝榮介因為被這個賴清德罵 說他DNA沒有民主自由 所以他就說拜託 你自己當市長的時候 你不建議會 導致登格勒沒有即時防治 有一百一十二人 因為染病枉生 這個人命你就要負責 所以怎麼看 台南過去是台灣的漁米之鄉 可是現在呢 漁溫變成去做光電 然後農田被非法清到這些廢棄物 重點還不在於說為什麼你後面罰得這麼輕 你罰得這麼輕 那是不是因為他有關係就沒關係呢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他是2010年到2017年持續性的非法掩埋 這裡面兩千多天都沒有一天被你發現 台南環保局的人眼睛都瞎了嗎 是怎麼執法的 我告訴大家 爐渣是煉鋼之後的廢棄物 他因為有高濃度的重金屬含量 所以他不可以隨便掩埋 他出場的時候 譬如說從煉鋼場出場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申報說 我有多少爐渣要出場 由誰來幫我代處理 都要申報喔 然後代處理業者也要申報說 我把他埋在哪一個合法的掩埋場 所以大家有沒有聽懂這個過程 他本來應該是很嚴謹的過程 爐渣被產生以後要去處理 他要申報我產生了5噸的爐渣 我交給了陽明來處理 陽明也要去申報說 我這5噸爐渣我要去埋在哪裡 好啦 所以呢 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人去稽查說 你這邊出去的爐渣 怎麼都沒有到合法的掩埋場 都沒有嗎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就像之前陳宗彥那樣 根本就是個包庇嘛 對不對 不是事後不法的問題 事後象徵性的法 已經是很給面子了 所以中間7年 他就眼睜睜的假裝不見 讓他一直到一直到一直到 然後去污染台南的土地 農地水 所以你說賴清德愛台灣 你當了那麼多年的台南市長 你連愛台南你都做不到 你愛這塊土地 你就是放任這塊土地被污染而已嘛 說比較白就是這樣嘛 對不對 現在民進黨要反打污賊散 拿了一張照片 不管是陳振修跟蔣萬安的合照 或者是跟侯友宜 張善政這些合照 什麼叫看著照片說故事 我們沒有看著照片說故事 除了有照片因為你們真的有關係嘛 堂堂一個台南的市長 他怎麼可能不認識民進黨 市黨部裡面的主要幹部 郭再卿當年可是市黨部的主要幹部耶 市黨部是做什麼的 輔選市長的啊 市黨部是要操盤的耶 主委是要操盤的耶 財務長是要幹嘛 要去募款的耶 郭再卿他是市黨部的幹部 他又是中職委 專門管錢的 你現在說他們不認識沒關係 所以你們不是只有合照 你們也不是只有合夥而已 你們是合作跟合流耶 所以今天沒有人拿著照片說故事 而是這張照片後面 可以牽出千絲萬縷的關係 那你們現在說嘛 你們說陳振修跟蔣萬安什麼關係嘛 自由時報今天就改口啦 對不對 本來陳振修 對外說哎呀我幫蔣萬安辦過幾桌 今天就改口了哎呀有人幫蔣萬安辦過幾桌 我去參加 你去參加那我為什麼要認識你啊 你是誰啊 而且民進黨也不要拿著陳振修 提供的照片到處去放 為什麼 陳振修跟民進黨的合照更多 更多王定宇就有 王定宇就少囉嗦 我告訴你陳振修還是大陸聘請的 民進黨研究中心的顧問 所以啊 夠了解民進黨嘛 大陸聘請的民進黨超多 廈門大學聘請搭 民進黨研究中心的顧問 還發聘書的 為什麼聘請他當民進黨研究中心的顧問 他搭得上嘛 夠了解民進黨嘛 那你民進黨的人 跟他在一起 操相吃喝玩樂的時候 你知不知道 人家就是大陸聘的 民進黨研究中心的顧問 真的是亂七八糟 今天又蹦出一個最新的消息 說林佳龍有一個重要的 他以前當台中市長 麾下大將 前台中市的體育局長王慶堂 他在白天的時候 這被指控 跟多人發生這個不倫戀 然後曾經有一個女密友 還跟他視訊裸聊 然後這個從台中的火車站 帶了這個傳聞中的女友 被拍個正著 還進到了南投草屯的摩鐵區裡面 待了一段時間才出來 那甚至還有 報道有出他們在車上面火辣的對話 說他們是皇上帶著後宮要去春獵 那這個局長就說 這都抹黑啦 我們去摩鐵 而且事實上除了這個女的跟我 還有另外一個人 三個人 主要是因為我太愛抽煙了 煙影太大了 外面的咖啡廳可以聊公事 但咖啡廳禁煙 所以後來只好不得已去摩鐵來談事情 就這樣滑進了摩鐵裡面 當然網路上有人 有人放一張照片說 哇你已經擠不進去了 有包括這個 這個阿扁的兒子 包括我們的王必勝 包括王定宇 還有很多很多人 擠不進去了 你再離譜 你通通都會擠不進去了 那今天也傳出一個消息說 民進黨可能會派 林非凡挑戰 挑戰王洪威 王洪威說好 如果是這樣 對我來講我全力以赴 周一寇爆料 現在可能要找3Q哥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苗伯雅 包括黃捷 要當刺客 來衝他們立委的選情 楊明這怎麼回事 林家龍最近他們 政國會系統好多人出事 陳沃珀還有他 對這個案子 我跟你講不只是媒體接到爆料 我有朋友在公務機關也收到監舉 公家部公家機關都 為什麼 因為王信棠很常去 可是他現在不是教授嗎 對他很常去地方政府擔任評審委員 就是有一些標案的評審委員 卡到人家的利益 對加上他以前 在台中市政府服務過 所以這個黑函是滿天飛 好 所以這個事情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有這個 王信棠的朋友說 他私下是去講說 這件事情不用擔心 他會找人處理 然後還說呢 某某某 那個人是王家林家榮嗎 這個我就不好說 這不方便 但是呢 他有他他私下的是還去一些這個 說哪個媒體的某某某跟我很好 所以他們不會碰 是 那現在人家碰了啊 所以嘛 所以我說這個有時候 再好也有命 有些人他自以為很好 但是當你的料過去被爆的時候 人家還是會報到 還是他有一段時間 而且他其實 他這個最大的問題 不只是他個人私得的問題 他最大的問題是 他跟這個 他所謂的這個 裡面婚外型的對象 還一起去參加了 某個公共工程標案的評選會 聽說是運動中心的評選 沒錯 還適合的啊 他們一直在做運動 好 那如果今天兩個評選委員 彼此 他們都是裡面的審查委員 他們彼此是一夥的 那如果裡面有 牽扯到一些利益 就我了解 現在已經有監察院 都有監委要辦這場 這場案子 也就是說 這個這個這個整個 包括 還是平衡一下 因為他當事人說這些都抹黑 所以他要提告這樣 那因為這個相關的這些影片啊 什麼的 是蒐集了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 我必須要講 他不是那個媒體去拍的 是有人提供的 人家收證給他 沒錯 所以所以我才說 有很多人收到 哇 雅敏那我請教一下 這些刺客到底怎麼回事 林非凡要占王洪輝是真的嗎 有可能嗎 因為我的認知 林非凡很怕選舉 很不喜歡選舉 林非凡每次 九萬已經 他每次選舉都會被點名 都沒有他 去年2022他被點新竹 有沒有 然後那時候他去幫桃園 鄭運鵬選的時候說 如果鄭運鵬選上 他就要接著選立委 結果後來他戶籍還是 簽回去 不在桃園 所以像這些事情我覺得 他如果今天民進黨佈局 就是說要用這個太陽花 血運的世代 要有一些年輕的 這個指標性的人物 當然這是民進黨 符合民進黨的需求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要思考一下 現在林非凡 你要去Google打 林非凡三個字空格 跑出來的不是太陽花血運的 不是不是這個比較正面 是通常是九萬 對通常是九萬 所以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講 他已經不是年輕人的指標了 那這個對 如果你要去佈局 他已經是仇富的指標 或是說就是年輕人裡面 比較是所謂的新權貴 那如果是這樣的形象 對民進黨來講 如果你在比較優勢的選區 還有機會 但是如果今天是比較艱困的選區 老實說今天這幾個刺客 如果是去佔所謂藍營比較優勢的選區 我認為機會都不大 好 那剛剛這些不倫戀的人 因為有民進黨的黨政 他就沒有被大家追究到底 可是這個人 因為他沒有民進黨黨政 所以現在被復仇者聯盟 婦女的婦 復仇者聯盟 他這個新聞一出來 大家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有個通緝犯 他的這個犯嫌還蠻重的 他是涉嫌過失致死 還有傷害罪 是重罪 他在逃亡在通緝當中 結果他用同一個套路 他把他交的這些女朋友 通通叫寶寶 這個寶寶這兩字很熟悉 跟我們前一題講的一個女主角 跟他有相關 那他也用同一個套路 都一開始裝他是某某公司的董事長 等你上鉤之後 他就可以說我缺錢 我家裡有人生病 同一個套路 然後給你包包送給你的 也全部都是假的包包 每一個被他騙的女生都是這樣 後來有四個女生被他騙 他們就聯手去報案 把他抓起來 那這個人也很厲害 他這個人跟穿劇變臉一樣 第一時間出來罵 你們在幹什麼 然後後來發現警察 就跟警察說 我被女生打 然後最後沒有辦法 他說寶貝啊老婆啊 你們一定要來救我啊 然後那些女生就非常罵 不要再加老婆了 來看這一段 放開 抓他 抓 放開 抓 對男生欸 你這種痛 上過我們的時候 你不痛嗎 我們不痛嗎 對啊我們先讓他回去 不要再加老婆了 XXX XXX 這個都老婆 放上所有情況 擔成我的祝福 你永遠在我心中 手舉起來 好 因為他拍的過程非常完整 大家看今天最驚訝的 就是這一個新聞 因為他整個流程拍得很仔細 其中一個人把他騙出來 你們幹什麼 然後很兇喔 等四個人都跳出來的時候 就說老婆啊對不起啊 求老啊 最後警察來說說我是被女的聲打啊 整個過程拍得很清楚喔 所以現在女生真的也不是那麼好惹 不要再去隨便騙女生了 但這個新聞就很吊詭了 發生在台南的民宿啊 五月二十號到二十一號清晨的事情 大家會覺得非常不可思議啊 有四位女生 A B C D 她們小酒好閨蜜 到台南的民宿去住喔 住了一個晚上 喝酒喝到三點多 睡覺睡到五點的時候說 其中有一位A女啊 就睡到一半 有人碰出她的胸部 但是A女 她一開始 因為她半夢半醒 她以為有人碰她胸部是她在做夢 所以呢她就繼續睡著了 她以為是一種夢境這樣 後來另外一位昔女呢 她睡到一半 突然看到說 怎麼有一個男性的生殖器 就距離她的視線只有五公分 為什麼她可以清楚知道五公分 因為她近視 但她看得很清楚 所以那個東西離她很近 怎麼會有人這樣做 她還起來去拿浴室裡面 拿她的眼鏡起來看清楚 才赫然發現 有個陌生的男子啊 闖入了他們的房間 那因為他們都在喝酒 所以喝酒睡覺之前喔 沒有把窗戶關好 所以這個男子就從外面跑進去了喔 那這個過程裡面就曝光了 這個報警 整個過程我們聽了 也覺得匪夷所思啊 四個女孩子睡覺 門窗沒有關 然後別動的人 就這樣子把他跑進去了 結果一查這個男生的身份 不一般啊 這個男生居然是台南 八月就即將要上任的醫師了 那照片這一位就是李小姐 她就是西小姐 她說當時男生的叫聲 不是很大聲的 所以他們一時間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鬼還是人 他們第一時間 有的人以為做夢 有的人以為遇到鬼了 那這就是他報案的三連丹 那這位男生 他的身份是台南的 某一家知名的醫院 這家醫院在槍擊案的時候 很有名 這個某一家知名醫院 泌料科的準醫師 照片上這一位 他八月就即將要上任了 那他事後警察問他 他說我喝醉了 我不記得這些事情 但他的叔叔幫他證明了這件事情 他叔叔是現任台南市衛生局長 蘇士兵 他舅舅也是醫學的教授 新娘也很厲害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情的隔天 就去結婚了 這張照片是他犯了那件事情之後 隔天去結婚 照常結婚 然後跟他結婚的這位女生 是同一家醫院也是一樣 八月要上任 要當醫生了 他是婦產科 然後這個人是泌尿科 所以他平常看別人拿出來 現在對別人拿出來 那隔天先完婚才做筆錄 那婚宴是台南某知名醫院院長 親自幫他證婚 網友說背景很硬喔 水很深喔 那幫他證實了 台南市的衛生局長蘇士兵 他有講說他是年輕人 他已經成年了 責任他自己去面對面對 可是不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問題 現在所有台南的各大醫院 跟泌尿科有關的都被問了 是不是你們診所啊 那你給我麻醉的時候 你會不會跟我動手腳 台南某醫院說我路用他了 但是其他部分我沒有辦法回答 因為他還沒有正式報到 但是其他的同業崩潰 一直被問啊 有一些醫護說 會不會我打麻醉睡著的時候 你就給我摸 給我做什麼奇怪的事情 楊敏這兩件事情怎麼看 前面這個當然就是所謂的這種感情糾紛 當這個女性團結 果然是力量大 這個呼籲各位男性不要當渣男 那後面這個就比較匪夷所思 這個案情本身 我覺得有一點像那個 美國有個好萊塢的電影 叫最後大丈夫 就是在結婚前的那個狂歡夜 結果做了一些很荒謬的事情 可是最後大丈夫他有用毒品 這個人是說他用酒 好我們不管他是酒後還是怎麼樣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是這個事情 你怎麼會跑去別人的房間裡面 做這種匪夷所思的事 好那發生了 居然其實我覺得 最讓人覺得離奇的就是說 他已經被抓到了 然後呢 他跟警方說 因為我今天有婚禮要去 所以我可不可以晚點做筆錄 警方還允許 警方還允許 那跟他的背景有沒有關聯 對所以很多的網友很不滿的就是這一點 他覺得他是不是有特權 一般你都已經這個現場報案 然後都已經逮捕到是隔壁洞的 那你怎麼沒有把他這個抓去 先做完筆錄 一般民眾你有辦法去 你結婚完 然後再回來做筆錄 那有沒有可能警察說 我也無辜 他要結婚了 人生大事 我當然現在要讓他去 反正之後會回來 如果今天這個案子 如果他沒有跑掉 那也就罷了 可是關鍵是在於說 現在很多人的 剛剛州長也有提到 很多人擔心的是 他是醫師 他是泌尿科醫師 未來他接觸的 常常都是病人的私密處 那這些病患未來 如果知道他的醫師 有這樣的前科紀錄 他們會願意給他嗎 而且還有一件事情 我們有所謂的狼師條款 但有沒有狼醫條款 我覺得這個 也許未來 淑慧到立法院 因為狼醫 就是犯了案的狼醫 還沒那麼多 但是如果發生一件的話 你覺得 之前也有一個 台大醫學院 很多都是不知道 之前有一個 趁你麻醉的時候 對 麻醉 都是趁麻醉 你也不知道他幹嘛 對 所以我說像這樣的 未來是不是在法治面 如果醫生 有相關的前科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取消 他的醫師執照等等的 我覺得都應該要 以病來考慮 好 我們的學生 我們社會上的醫生 都變成這樣子 各種奇奇怪怪的 包括我們政治上 那現在連學校 台大的姓平會 照理講 他應該要非常注重 性別的意識 性別的平權 但是他們偏偏 在性別的平權裡面 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這個跟姓平 可能沒有直接相關 他其中一個委員的名字 他在幾年前的 歸於之亂的時候 他為了要吃免費的鮭魚 改名字叫鮭魚卵 他的名字 身份在這邊 林翁萬號 鮭魚卵萬字號 名字在這有點長 那當時就是請同學吃四次 那省了三萬塊錢 這樣改他的名字 這個名字到現在都沒有改 但是他當時有解釋說 他願意這個三萬塊 他去幫大家免費教學 各種他會的東西 他都可以教學 那現在還有另外一個 他被發現說 他在他的選舉公報裡面 說他跟阿嬤有發生過 性行為 然後他說他是所謂的 外送的高溫茶 大家會覺得說 台大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還有包括我們現在 大家在討論說 民房 怎麼會冒出說 有一個八十歲的人 被造極去民房 八十歲呢 阿公呢 要去做民房 要準備要備戰 要打仗了 當然他會解釋說 沒有他只是講習 沒有真的要去這個操課 所以怎麼看 先從剛剛那個就是 局長的直指猥褻這個事情 那我現在很多事情 都喜歡去看PTT 這些年輕網友怎麼看 大家知不知道 一百多個留言 都共同一個態度 哎呀跟民進黨高官有關係 不會辦啦 大家是想到這個 你是說那個醫生 對對對 大家去看PTT那些 我們那些鄉民 那個渣男如果有民進黨 打仗 不知道會不會有 所以可是為什麼曾經 就台灣現在的價值觀 我們會這樣認為說 你只要跟黨有關係 你就沒關係 所以民進黨 你們又不要檢討一下 自我檢討一下 你們是不是發生 太多這種事情 雙標處理 處理到不管是網友也好 年輕人也好 大家一看到是民進黨 然後就說 不出事啦 這個是民進黨 台南市衛生局長的親戚 重點不是這個嘛 可是為什麼大家都會 歪樓到這裡去 那就是你民進黨 給人家的感覺 就是這麼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覺得不是台大 出了什麼事 而是我們現在的品德 教育出了什麼事 出了什麼事 還有年輕人的價值觀 現在跟我們真的是 很不一樣 現在我覺得台灣 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視尊重 這種年輕人的多元 還有自主性 但是這個尊重 是不是有過了頭 或是什麼 我真的覺得不好說 但我覺得 有時候覺得說他們 父母看到以後 會有點哭笑不得 就是為了吃一個免費的餐 把父母幫你取的名字 改掉 而且改成這麼可愛的名字 然後在這個競選學生會的時候 然後的證件 寫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可能還會獲得 其他學生的認同 所以我覺得不是 哪一所學校出現問題 而是我們現在年輕人的 價值觀 或者是從小到大的 品德教育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政治上 有那些事情 他就覺得他們做的也沒什麼 就是什麼 對 即便闖進行政院都沒事 大戰立法院都沒事 楊小商還當上了部長 對 我這樣算很乖了 所以我們的道德教育 會跟這個社會的價值觀 已經出了問題 所以最後一分鐘請教一下 這個民房八十歲 到底離不離譜啊 這個民房真的是很瞎 大家知不知道台北市 還有九十幾歲的領長 而且全台灣還有一百一十二歲 最高瘦的領長 所以你怎麼會把領長 當作民房呢 按照我們的民房法裡面 是寫著要看領長的這個才能 專業還有體能 是可以領選的 你現在沒有領選 啪 通殺 為什麼 沒有 民房不夠嘛 你民進黨推那個全民國防 就沒有人響應嘛 你號召比較年輕的人 來加入民房 沒人理你嘛 所以只好說充術 長者充術 我們不要說爛女 長者充術 那這樣子 蘇貞昌要不要也去加入民房 你不是說拿個哨把 都跟你占到底嗎 他說他們只有聽講席 坦白講 九十歲聽講席 我覺得他可能力氣都不見得 然後呢 他講的就是一些戰爭急難的事情 他也做不了啊 然後呢 你要讓他上戰場嗎 不會嘛 沒有錯啊 不是只有上課啊 是真的出事的時候 他還是畢竟要往前衝啊 我們休息一下更多的話題 馬上回來 五十幾歲啊 所以為什麼林長會有年齡 因為他沒有年齡限制啊 林長是里長指派 對啊 所以他會找 他會找自己的樁腳 他會找自己的樁腳 對對對 然後有很多人 那林長是有口口的嗎 沒有 可是他會有一些小小的 福利 比如說報紙 幫你訂報 然後有一些什麼請客 有一些這個參訪活動 最重要是有一些長輩 他會覺得做林長 也是一種 像以前那個保證有沒有 理證保證 地方賢達 這個常出現在周星期的電影裡面 對 我看網友蠻多人在說 點名的黃傑 點名的3Q 點名的Freddy 為什麼沒有點王浩宇啊 王浩宇 王浩宇沒有當刺客啊 就是民進黨為什麼不找王浩宇當刺客 現在已經 他戶籍在台東嘛 台東 台東已經是賴昆宇選了 他現在在台東喔 他戶籍在台東 他戶籍在台東 他現在戶籍為什麼在台東 之前他高雄沒有選之後 後來他就簽到台東 後來他現在是警告說 如果高嘉瑜 那個那個不乖的話 他就要把戶籍簽到台北 唉唷 不要吧 我們港湖地區是怎麼樣 我們港湖地區一片美女 不要出現他好不好 苗波亞大安的話是 到底是減蘇培 這個問數位應該會知道 是減蘇培還是那個苗波亞 蘇培很有意願 但是我知道他們有一些人評估說 苗波亞的這個 延長性比較好 因為蘇培的形象很固定嘛 就是很深綠 對 然後一路走到底衝到底 然後很恰這樣 但苗波亞他是有論述的這個 能力跟形象 對 所以可能有網路上面的這個 他網路上面的聲量是大的 然後在而且他常常 啪啪是長編大論 你還要想辦法去突破他 就算裡面有很瞎的點 你還先把那個啪啪看完 聽到後面就頭暈了這樣 對 對對對 所以所以我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是苗波亞 他比較難纏 可是苗波亞對上羅的話 羅自強的話 他應該還是迷迷貌貌吧 當然當然應該自強的勝率還是高 但是苗波亞會比較難纏 對他的票會比較多元 那萬華你的判斷 你覺得最後有可能是民進黨 可能找誰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如果無配益跟 雞排妹的話 當然就是無配益 你就無配益就好啦 對啊 人家有服務有身根 你說一個經理 然後身做副總經理 然後這個叫落跑嗎 他不就是做得好才會 才會那個往上嗎 那過去高嘉宇也好 吳施瑤也好 不是都是議員去那個嗎 那如果現在假設是無配益好了 那對上余美人 國民黨現在有提出 有可能是誰嗎 還是說會跟余美人合作嗎 之前黃呂是有找 有想要找這個刺客 而且是很 國泰航空這次炎上得非常嚴重 他們有個班機 從中國大陸的四川要飛到香港 那過程當中裡面 有一位剛剛好 就懂英文又懂粵語 過去很多人都知道 國泰航空的空姐還有空服員 常常因為覺得中國大陸的城口 聽不懂英文也聽不懂粵語 所以用英語跟粵語來罵他們 可是偏偏遇到這一個人很厲害 他又懂英文又懂粵語 就把他們在工作室裡面閒聊 入罵入客的這些 把他全部拍下來 就在這個地方 他工作室三個空姐就在那邊罵 罵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有個中國的乘客 他說他要毛毯 但他講成了地毯 所以他不會講英文 他們就說你又不會講的話 我怎麼會給你呢 來看一下這一段 他完全是用語言上面的去沙文主義去攻擊其他人 而且他更糟糕的是因為爆料的人說 他們一開始用英文 用英文問他 所謂的這個入境卡要如何填寫 連用英文問 對方都非常不耐煩 好了 在他們這些空姐的順序是 第一等人講英文 第二等人講粵語 第三等人最下等的就是講普通話的 所以你連粵語喔 他廣播粵語說 這個燈號還沒有熄喔 請回到座位喔 然後旁邊的空姐直接用粵語跟他講說 他們聽不懂人話啦 等於說又第二階段 是用粵語來攻擊這些乘客 那很多人這些事情爆發出來 中國大陸的民情沸騰 覺得不可思議 很多人說國泰根本就是慣犯 他們常常這樣做 而且國泰的空服員只有對白人會好 對其他人都很冷漠 事情鬧得太大了 香港的特首都出來說 這一定要嚴懲 他們三度盜竊用簡體字寫 但是中國大陸說 你為什麼用簡體字 你應該用中英對照 讓全世界 包括在你的官網 FB還有包括IG 你都要讓大家知道 你做錯了什麼事 然後甚至有人講說 毛坦不就叫毛坦嗎 幹嘛在那邊blanking呢 大家很生氣 甚至中國大陸說 難道你不知道全世界各國 因為現在陸客的消費能力很強 包括日本 包括韓國 周邊的國家都不斷地在學中文 服務客在做學中文 就你一個人反其道而行 難道因為以前你是英國養出來的 所以你現在就覺得英文就吃好棒棒嗎 楊敏怎麼看 其實這個案子我覺得 最主要不是講不講英文 是事後的嘲笑 是那種就是說 當人家不會講英文 你還去嘲笑他 我覺得這個在空服員這個圈子裡面 沒有人可以接受的 包括 而且大聲到被人家錄到 你知道很多的 很多的這個航空公司 那個廣告詞 我像比如說華航 以客為尊 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 如果今天 是我要去搭一個航空公司 我不會選擇說 這個 它的到底有多麼的尊貴 但是至少 基本的服務態度 通常是很多的人 最基本的要求 就算我今天講錯了 你可以說沒有關係 我來幫你拿 如果今天是用這樣的態度 那關鍵就在於 你不但瞧不起人家 人家英文講得不好 你瞧不起 你還嘲笑人家 我覺得這個就踩到紅線 那當然因為國泰航空 是香港的一家公司 那它現在 你知道它的股東裡面 居然還有香港特區政府 它香港特區政府 是它的股東 所以 那這樣更沒有責任可以推 所以特首才會 特別站出來講話 沒有錯 所以因為這個東西 會嚴重到什麼 會嚴重到讓未來 這個對岸 就是說中國大陸 他們內地的這些民眾 會巨搭國泰航空 它陸客佔三分之一 沒錯 如果三分之一巨搭 它不就垮了 你知道很多的這個對岸 那個就有媒體報導說 對岸很多的這些乘客 他說他們如果去搭商務艙 感覺比較不會被歧視 因為商務艙都是 有錢人 然後呢 可是他就說 如果你在搭商務艙的過程當中 你同時有一個 比如說是 美國人 或是歐洲的 白人 然後你又是次等了 對 然後你就會被排在服務的第二順位 所以 所以我相信 這個如果今天就變成 如果你會講粵語 可能就剛好在中間 它如果變成一個公司文化 我想這樣的文化 可能很不利於國泰航空 這個它的主要市場 它畢竟陸客還是它的其中一個主要市場 我覺得三個空姐都這樣做 就代表國泰的公司內部文化 就是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 包括在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新聞 有一個超商的店員 遇到一個杜信的乘客 因為排隊排太久 杜信乘客不耐煩 就嗆他 說我是劉美博士 結果無信店員說 我美國人 所以意思是說 美國人比劉美博士 還要更高一層 高一階 後來他們還發生訴訟 不過在昨天我們也看到 五月十九號的時候 有個新聞 有個開到總統府 總統府前面管那麼嚴 直接看這個影片 居然遇到碰瓷 開車開到一半 停在路邊的時候 你看到準備要到 紅綠燈路口的時候 旁邊有位女性 突然就這樣倒下來 像坐伏廷請身一樣 還好沒撞到 還好反應快 過了很久沒人理她 她就自己站起來了 那包括另外一個影片 影片是在土城 也是在五月二十號的時候 有人開車開到一半 外送員居然突然停在他中間 急煞 煞了一次 那也就算了 騎著騎著到第二次到路口的時候 又急煞了一次 而且這次真的差一點撞上了 結果這個男的還故意轉過來 看他甚至在跟他對質的 過程當中裡面 還拿相機出來拍他 讓他覺得匪夷說是很奇怪 所以你怎麼看這種 美國人比劉美博士 還大的這種事情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 剛剛楊明提到那個 國泰航空的事 其實我過去蠻愛搭國泰航空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這幾年 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 在香港進行反送中之後 這幾年還有加上疫情 香港的旅遊業觀光業 變得很糟糕很糟糕 然後國泰航空就巨額虧損 非常非常巨額的虧損 然後就不斷地裁員 不斷地裁員 那現在這個疫情恢復以後 整個航幫的需求又需要的時候 他又要不斷地補人補人補人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子 就發生空服員的素質訓練不夠 才會出現像這種很誇張 一點都沒有以客為尊的狀況 其實不只這個國泰航空 我在今年的一月的時候 我去歐洲也是一樣 非歐洲內陸的班機也是一樣 人員大量不足 所以地勤行禮不見 然後通關緩慢等等的 都發生了 原因都是一個 後來我去問他們說 怎麼會這樣呢 這是德國耶 德國不是最講紀律的 日耳曼民族嗎 居然會飛機沒有廣告 廣播就直接飛走了耶 我就沒有搭到 他沒有廣播耶 所以像這種狀況他們就說 那個缺人 對缺人 然後你重新 第一個缺人 然後你重新再找到的人 他的訓練不夠 要重新訓練 對他的訓練不夠 所以我覺得如果國泰這樣子 就是對自己的企業形象非常不好 然後再講到這個 重陽媚外這件事情 其實難免啊 其實大家會覺得 你說 所以這個 會講英文很厲害啊 留美很厲害啊 有美國國籍很厲害啊 對 就這樣 什麼東西都以美為尊 甚至我們也知道說 有一些人 在懷孕的時候 就綁愛跑去美國 跑去美國 去生小孩 因為美國是屬地主因家 在美國出生的 都是美國籍嘛 但我覺得這幾年 還有一個事情 加速移民 兩岸的問題 台灣不安全的問題 像我就有認識一些人 已經在往新加坡移民啊 往這個這個澳洲移民 就是移民條件比較寬鬆的 對 所以現在不是為了驕傲 重陽媚外 而是為了安全 不要說移民啊 連重大投資 大家都測光了 現在當然因為另外兩萬的狀況 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現在跟堅哥怎麼樣 我覺得他好妙喔 我都沒有看過他耶 你都 他今天不是有去簽名嗎 不是我說我在選區沒看過他 他們都在議會碰到 你選區沒有看過他 我在內湖 可能看到他的次數多一點 因為他來露營吧 因為這幾天有這個 全士林區的李林長的 演習活動 重大活動 對一次把說李林長 召集起來 這一定逼到啊 逼到啊 因為 因為士林很大嘛 所以分兩天 一天四百人 一天三百人 所以這逼到 你哪有那麼好的機會 一次可以看到說李林長 平常跑死了 而且士林對於我 對於世間哥都是 空白的 因為他也沒有跑 沒有選過士林 所以一定要來啊 就 我三十幾桌 我花了一個小時 才敬酒完耶 平常二十分鐘 三十分鐘 我搞了一個小時耶 因為就 順便讓大家也認識我啊 那第一天 我還看到他的面子出現 對 但今天連面子都沒出現啊 對 所以我不知道 我覺得 他是不是選一選 忘記還有一個士林啊 不過他的空軍 難道他沒有很認真要選嗎 沒有啦 可是因為他比較 他空軍聲量太高啦 其實士林大同這個選區 士林的 那幾個里的票也蠻多的 因為像色紙都在那邊嘛 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他是 我們歡迎這個 堅哥 可是現在是網路 歡迎當事人打 神經專線 你知道空軍的始祖 就是選舉空軍的始祖 不是我們這些人 也不是徐曉星 就是士堅大哥 他是民進黨裡面少數 可是我地方議員很早就是打空軍 創造議題的人 我我一個朋友他跟我講說 在他的議員的選區裡面啊 他有活動有烤肉 然後所有當地的議員 不管哪一黨的都來了 連我們家采薇他都看到了 但沒有看到堅哥 是啊 他看到堅哥的助理 所以堅哥是不是沒有在跑 他就是對他比較聽說他沒有那麼在意 這個跑通的 但是他空軍議題因為打得太好了 就是大家就算每天 每天都去問他 對 在中午沒看到他 但是在電視上都會看到他 實體看不到 但是電視都會看得到 你知道每次問他都會開LINE 開SNG特別去 或者是帶4G包 對啊 就是都要立刻知道他講什麼 所以 因為都要網路直播 對 對 因為他的網路有流量 對 那所謂的空軍 也在藍軍裡面算厲害的 因為跟堅哥沒辦法比 因為他算是全國知名度型的 那我有觀察到一件事情 你跟他選之後一天比一天漂亮 那當然啊 我們要在士林大同 營造出這個悲女野獸的東訣 他不是說變成是什麼俗女與紳士 俗女那是我說的 俗女與紳士 我說我們黃女主委開玩笑 我說沒有 我說不要這樣說 真的耶 我覺得你跟他打周 越打越漂亮 謝謝 謝謝 這有資源是不是 有資源讓你弄得更漂亮這樣 沒有應該是我們書畫師專業吧 對 對 而且你看一下這鏡頭上面 看起來皮膚好白喔 真的 很厲害耶 你們有開你們的畫面有開濾鏡嗎 中國大陸現在有很多新的尖端的科技喔 北京現在要刷掌 之前討論的是刷臉喔 現在是刷掌 刷你的手掌 就可以進到地鐵裡面 有人覺得這樣很方便啊很棒啊 你絕對不會忘記帶手出門 對不對 你一定會帶手出門 這樣就很很很很棒的一個設計喔 但是網友說 那萬一我這個手掌 被人家複製了 外泄了 那怎麼辦呢 我要砍掉手換另外一隻嗎 這也沒辦法嘛 然後有人講說 會不會我現在跟朋友打招呼 揮揮手 他就擷取了我手掌的資訊 萬一以後要付款怎麼辦 那當然現在電商裡面還有出現了 可以輕易買到 紡織掌紋的工具 他說那這樣子確定真的會安全嗎 2020年美國加州超市就有0.3秒 刷手就可以結帳的一個服務 那同一個時間 中國大陸有一個直播主啊 兩個這個帥氣的小伙子在直播 直播到一半後來 後面突然仇家找過來 在他們直播的過程當中裡面 直接就砍掉其中一個人的手 他的手甚至還在直播過程中 直接飛出來 所以這個新聞大家看得很驚訝 這個要請教楊敏 首長這個到底是好 還是說因為越方便 感覺越容易外泄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人的掌紋不會重複 所以以前你知道以前我們在這個都按指紋 有沒有那個很多的那個通緝犯要去查 都要找指紋 那就是目的就是來辨識 那是早期的這個 那個犯罪偵查的一種工具 那當現在變成科技 你看像比如說我們用手機解鎖 現在都有所謂的指紋解鎖 那只是說他的這個應用 會不會變成一個所謂的生物辨識 也有人是用所謂的瞳孔的辨識 或是說人臉的辨識等等 有很多種辨識方式 但是其實這個最最主要都是在於說 你要他的便利性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要用在支付 那你就只要確認他的安全性 如果比如說很方便 我手揮一下 我就可以從我的這個賬戶裡面扣款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那如果你的掌紋被裡面複製 你知道很多電影裡面都有那種 你知道把又一塊什麼什麼膜 你剛剛講到眼球 因為現在電影常常演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要破壞這個門 就是找到這個關鍵 然後把眼睛挖出來 結果變成要把手砍掉 然後用他的手去過關 那個太殘了 也有很多次用掃描的方式去製作 像是用那個AI去複製 也有可能就會演出說 為了要過關然後去砍人家的手 這個的關鍵在於安全性 就是說你在兼顧便利性的同時 你的安全性不可以少 所以不管是美國也好 中國大陸我相信所有的科技業都會 朝這個方向去研發 因為這是科技使用來自於人性 可是呢 如果你的安全性沒有辦法確保的話 我覺得很多人 你就算有這個服務 他也不敢用 那請教一下 直播到一半 這直播的時候 這是各種狀況都會有 不過這個狀況 我看了一下那個影片 因為如果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真的是 所謂的一隻手掌 真的這樣子發生這個事情 理論上那個現場應該是 滿滿都血腥 沒有 那個畫面我看起來是沒有 那所以 而且這個在後續 有網路上有一些貼文說 有一個什麼病床 送進醫院的照片 怎麼樣 已經有人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比較像是在做效果 因為他們說 他們說他這個後面那個 拿著這個刀 衝上去的那個人 才14歲 14歲 對 未成年 那如果 這個人才14歲 然後前面兩個也都學生 那會不會他們其實是一個噱頭 會不會其實是在他們在做 現在很多直播 刺激流量 有可能是用這個 然後他們就火了 他們就紅了 那到時候他們在付出 我覺得 因為現在很多對岸的 很多這樣的訊息 很多的畫面 我們都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所以要等到他確認的時候 我們再來講會比較好 好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啊 都是政府要收集個資 對啊 像他們現在 可是政府不是本來就我們 每個人的個資嗎 護身資料啊 生理特徵 生理特徵 就是這種叫生物資訊 對 不管是 對岸是已經都有那個人臉了 對 因為他們好幾年前 我去大陸玩的時候 進觀光景點的時候 他們除了驗票 那個閘門都要先照臉 要刷臉 我們台灣 光是人臉 連事辦都喊咖 我們那個時候 不是 連指紋都 事辦都喊咖 對 以前是那個數位身分證 身分證 以前就是討論說 要不要把指紋也存在你的數位身分證 對 那後來那時候就是因為 因為身分證本身都出問題了 對 就是因為我們有所謂的人權的觀念 包括我們對政府 對這些生物知識 生物辨識 資訊 我看還是比較好了 我們這麼老舊的科技 我們都管不住了 你去想 我們的護證系統 所有資料都可以流出去 那如果政府建了黨 那感覺也就會全部都流出去 這個還不只是資安問題 我以前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還有這個護證 基層 譬如說警員 護證事務所的 把個資賣給他的債主 對啊 有有有有 這個常聽到 他們會收費 這個很常聽到 所以你當你把所有資訊都集中化的話 那他也成為單一的卸資窗口 全部都漏了 那是考驗人性 就變成說你有保管個資的人 他的人性有沒有辦法忍受 比如說利益的誘惑 經體天還有一個新聞 是連這個衛生署的 那個官員也洩漏 對 他去找他的仇家的資料 沒有啊 之前還有一個更好笑 一個派出所圓警 去查了一堆那個什麼AV女優 然後什麼啦啦隊隊員 有有聊 而且他找的那些人的特質 那些受害女性女明星的特質是什麼 你知道嗎 身材腳好 對 所以我說 長得型還蠻一致的 重點還要知道他本名 如果你不知道本名資料庫也沒辦法 你去網路Google都找到本名 所以很多很多就是他就是用這種方法去 你知道有時候管理能管理個資 他知道這些個資能幹嘛 他可以炫耀說我知道他生日啊 他可以去騷擾他可以去偷拍他 他可以做好多事 可能他連手機號碼都有 他還可以打給他 對啊 傳簡訊 這個是很恐怖 像上一次有一個這個社運團體 把我行動電話公布 然後煽動 我知道 瘋狂打電話 但是真的有打 有啊 沒有說是真的 我就是被恐嚇了 我才知道我的電話被公布 你那時候我記得你那時候 做新聞對不對 我沒有做新聞我就去報警 以前立委很愛動不動就被公布手機 對啊 因為以前以前立委的手機是公開資訊 早期 後來他們現在也都不給了 因為他們的手機是政府出錢的 沒有沒有 他們手機費是政府出錢 主要是因為很多立委都會主動說 我們的選民都要找得到我 所以他們就會把主動把手機提供 都有一個公開的手機 我覺得韓國比較可怕 韓國很多那種私生犯有沒有 會衝進明星的豪宅裡面 明星在睡覺他摸他的臉 好像叫寶貝一樣 然後還有明星在家裡面 突然聽到那個水草裡面有怪聲 然後就看水草裡面 躲了一個粉絲 就是他們的私生犯很恐怖 就是無孔不入這樣子 那一定 馬來西亞有一個亞房出租 引起了他們舉國的討論 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床這麼小 可能連一瓶都沒有 一瓶兩個榻榻米 他這個連一個榻榻米都放不下 然後最讓這個租的人受不了的是 他的冷氣居然只有一半 一半另外一半 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 這樣要多少 一個月一八四零 那個網軍的錢 剛好可以付一四五零 還有幾百塊可以吃 那臺灣也有 臺灣在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有一個新聞一樣 就是亞房裡面 通通挖了一個洞 其實這個看起來有點像是 古老的飯店的中央空調 就是大家就同一個管子裡面 送冷氣給你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一號 有一個新聞 租屋的時候一樣 就跟那個馬來西亞有點相似 只是說他是隔了一半 然後另外一半是在倉儲裡面 我今天剛好在五九一租屋網站 因為